內容 嗨 妳好 首先是安斯麗 各位 在妳們年輕時 或者現在 也願不會某一件事情的瘋狂過呢? 甚至可以犧牲所有的事情 群心群意的付出 其實不瞞大家說 座高iendo izquierda 死了 我擺翻之百 瘋狂程度大概是 Label 99 韓團大戒 watches 那個時候呢 班上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知道 甚至連我的老師都知道 只要講到我的名字 馬上聯想到的都是韓國偶像團體 那時候我也認識了很多粉絲圈的朋友 甚至還加入了粉絲後援會 都非常多真的是粉絲才會做的行為 像是慶祝他們的生日啊 寄禮物給他們啊 印他們的歌曲啊 瘋狂的刷YouTube啊 各式各樣 而且還跑過演唱會 每天晚上都在練應援 這些回憶對我來說 真的是幸福到不行 今天我要來幹嘛呢 身為專業迷妹的我 當然要講解一些只有迷妹才知道的專有名詞啦 新加入的迷妹迷弟們 來來來來來 快來這邊 快來這邊 今天的影片會先講解十個 你比較常聽到跟粉絲有關的專業名詞 如果喜歡這系列的朋友 記得到下面留言 這樣我就會拍第二集喔 所謂的迷妹迷弟呢 也就是粉絲的意思 如果以瘋狂程度來講的話 粉絲會在這邊 迷妹迷弟在這邊 這裏就是狂粉了 泛這個字呢 有人說是來自英文的Fan 但又有人說呢 它是來自韓文粉絲 Pen 而來的 但其實這都是從英文所演變來的外來 而泛圈意思就是 一群喜歡同一個偶像的迷妹迷弟們 聚在一起 這就是泛圈 當然也是有很多也是跨半圈的 呃... 對啦 我就是 相信新加入的迷弟迷妹們 一定會常常聽到有人說 我的某某命團是某某團 我的某某命是某某某 其實呢 簡單來說 天命就是我第一喜歡的 本命是第二喜歡的 負命是第三喜歡的 當然有些人只有本命跟負命 所以他的本命就會是最喜歡的那一個 負命就是第二喜歡的那一個 現在的韓國偶像這麼多 每個人進到飯圈之後呢 都會認識了很多新的偶像團體 也許是你本來喜歡偶像同公司的團體 也有可能是你突然有一天看節目被殺到的團體 但是呢 身為明媚的我們 要有一顆初心 也就是勿忘初衷的心 所以我們可以說 當初將你拉進飯圈的偶像團體 就是你的初心團 我前面說 在米媚世界裡 我們有分 天蜜、粉蜜跟蜜蜜 但是呢 我們有一種人叫做團飯 也就是說 整團我都愛 沒有一個可以漏掉 把我的愛通通 撒出去 嗯 既然有愛全部的團飯 那當然也有只愛一個人的違反囉 將他所有的愛都估給同一個人 照字面上來說 就是只看臉 但是他並不在乎 這個團體的音樂 甚至是作品的粉絲 剛剛我說 以瘋狂的程度來講的話 粉絲在這 你妹迷地在這 這邊是狂粉 接下來 私生飯 就是在狂粉的上面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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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上面上面 瘋狂的上面 的那一個 有多可怕呢 有不知道怎麼得到 偶像手機號碼的私生飯 甚至是闖進偶像家裡的私生飯 闖進就算了 還要脫一兩條內褲 這樣的事情 我在網路上也是看了深美局 他們已經完完全全的 摻進去了 偶像私生活當中 但是 偶像也是人 身為 身為粉絲的我們 給他們空間 給他們私生活 這是應該的 也是一定要的 所以 希望私生飯們 不要被這麼的 瘋狂了 拜託 是從英文的 Ante Ante呢 就是反對的意思 在韓國 很多韓國人 並不認為偶像是藝人 對他們來說 演員 歌手 才是藝人 所以不像我們看到的一樣 其實韓國也是有分 喜歡偶像 跟不喜歡偶像的人 像目前為止 我交到三個韓國朋友 沒有一個是偶像派的 他們都跟我說 我不了解偶像 因為有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有些人就會出來反對偶像 甚至是做出傷害他們的行為 如果你想知道 Ante飯做了什麼很可怕的行為 其實你只要Google Ante飯加事件 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Ante飯所做過的事情 簡單來說呢 就是脫離了飯圈 不再follow任何 跟這個團體有關的消息 像我在飯圈這麼久的時間 我也看過很多人脫飯 甚至我自己也脫飯過 但是每個人脫飯的原因 真的是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不一樣 我可以說 我脫飯並不是我不愛了 應該是說 因為我太愛了 愛到我自己都害怕 所以我選擇離開 但每個人的原因都不同 可能會因為種種的原因而離開 但這裡只是我的看法啦 因為每個人對於每一件事情 一定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在飯圈呢 我也學會了 我去尊重別人 看法別人的想法 曾經我是個非常瘋狂的粉絲 瘋狂的程度 大概是我用言語 真是無法形容的 雖然我前面講得不多 但是那個時候 身為高三生 身為考生的我 我是完全不想去面對 學測這件事情 而每個人都跟我說 你應該好好面對這件事情 好好地回歸現實當中 但是那時候的我呢 一心只想為了他們去韓國念書 只為了更靠近他們一點 但是我卻忽視了 我家的經濟狀況 還因為我的自私 跟我的家人吵架 冷戰 等到我冷靜下來之後 再回頭看看這件事情 我才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我才決定脫髮 而且也不再看他們的消息 現在的我來說 比較屬於那種 在家看綜藝節目 聽他們的音樂 或是看一下娛樂新聞 還是會存一些圖啦 我還是很愛他們 不管我現在愛的是哪一個 以前愛的是哪一個 我都還是很愛他們 因為對我來說 他們都是我心裡的寄託 但是現在的我 選擇在背後 當一個面目守護著他們的粉絲 最後 無論你是哪一種粉絲 我們要做的 要學的 自尊重 粉絲行為偶像買單 如果你真的愛你的偶像 就別做出讓你偶像丟臉的行為 我認為喜歡偶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為有他們 我更認識了我自己 甚至更愛我自己 但千萬記住 你現在哪裡 專心可以說是一種追逐夢想的行為 是一種心靈寄託 當初脫髮的時候 我一句話不說就離開了 很對不起當時的朋友 但是我也很謝謝他們 讓我看到了這麼多美好的影片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的介紹 就幫我點個喜歡 讓我知道 如果想看我更多的介紹 就要記得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要先看我 在哪兩位呢 我們要先看前衣服 我也在哪兒 有自己的心靈 還有一位 encuent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your love again 每일 또 그래왔듯이 아픈 상처와 슬픈 기억을 지워가던 나 널 처음 본 그 순간에 나 멈춘 듯했고 난 너만 보였어 거진 시련에 무너져가지만 후회는 없을 것 같아 두 눈을 감으면 네 숨결이 느껴져 이제는 난 웃을 수 있어 So goodbye Don't cry and smile 가슴지리던 시간들 모두 다 보내줄 거야 So goodbye 어둠 속 배로 떠나 난 네가 필요해 I need your love again 거진 시련에 무너져가지만 후회는 없을 것 같아 두 눈을 감으면 두 눈을 감으면 두 눈을 감으면 네 숨결이 느껴져 이제는 나 웃을 수 있어 이제는 난 웃을 수 있어 o go a go a goo go a go go go